我现在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的电脑坏掉了 我今天在剪片的时候 它荧幕就突然暗掉了 我原本是以为是黑屏 但仔细看看发现不是 不是黑屏 是非常非常暗 暗到看不到的荧幕状态 然后它就一直呈现这样子的状况 没有好 其实昨天也发生类似的状况 可是大概不理它 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 它又自动恢复了 可是今天就没有恢复 不论我怎么重新开机关机 在那个非常非常暗的荧幕状况下 还是努力的尝试了重新开关机 但发现就是没办法 所以我今天早一点的时候 已经打电话给客服 网络客服只能帮我看 软体上面的部分 那他帮我检查了 SMC系统管理控制器重置了 那也试着重置NVRAM或PRAM 那两个都不行 这就是尝试安全模式的开机 但是荧幕依旧是没有亮起来 所以我明天要去台北101的Apple店 去维修 其实里应应该是要预约的 但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热门了 根本预约不到 所以我觉得明天一直要杀过去台北101的Apple 希望我可以顺利的排队排到维修 像我的网络客服说 我可能是线路松脱或是LCD坏掉了 我觉得非常的绝望 我查了一下维修的价钱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两年多了 已经过保 我也没有加满Apple Care 所以我就算是在一个没有保固的状态下 那大家也知道 如果是原厂维修原厂零件的话 那个费用是非常惊人的 对于台湾的维修 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蛮多令人担心的资料 总之我明天就会亲自去Apple的客服 问问看我的电脑 到底要怎么修才行 那我就先来给大家看我现在电脑的状况吧 这就是我电脑现在的样子 我先来叫醒它 屏幕看起来很黑 可是我的 touch bar有出现 我调整荧幕的亮度 就还是荧幕一片漆黑 感觉上按钮都算正常 但是就是荧幕长这样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在特定的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 就还是可以看到 我的 icon们 它们好好的在那 我现在的荧幕就是 按到 几乎就是看不到 我现在还是非常的不可置信 我的电脑居然就这样子坏掉了 因为MacBook不是以耐用著称的吗 我看过人家用七八年还在用的 结果我的才用两年 两年而已 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也本来觉得很耐操 所以我就没有买保固 我对我的电脑非常的细心呵护 我甚至连搭飞机 从来都没有把它拖晕过 都是手提 现在我也不能怎么样了 只能明天拿去修看看 工程师怎么说 还有怎么报价呢 就这样 我今天把我的电脑拿到101的Apple官方直营店 维修了 没有预约的话是可以现场排队的 但是强烈建议Apple的店一开门 11点的时候就要到了 因为我今天大概是11点5分左右到店里吧 那时候已经店里有排队的人潮 那我是排电脑维修那一列 那我排的大概是第七八个左右吧 那我也不太确定 我前面的人是不是都没有预约 还是有的有预约 有的没预约这样子 总之我得到的预约时间 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 没错 就是没有办法现场排队现场修这样子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就忽然发现 我可以用Chromecast来备份我的资料 真是太晚想到了 就是直接把我的电脑的萤幕投影到电视上面 用无线传输的方法 因为电脑只有USB Type-C的插孔 所以需要转接投才有办法到HDMI 投到电视上面 所以有限的方法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尝试 那我就用Chromecast的方法 备份了 下午的时间都在备份 那也时间非常刚好的 备份完了就刚好紧接着会去 Apple的直营店 大概4点50分的时候就报到 5点的时候工程师也来问我的电脑 是怎么样的状况 要来帮我维修这样子 那他当场就拿出了一个外接萤幕 因为我的萤幕黑层量 就是基本上就是无法辨认 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看 只能看到它 知道它是有点亮的 但是是很暗 他们会把这个状态叫做 萤幕背光吧 反正就是 它萤幕坏掉了 一开始还没有外接萤幕前呢 工程师就跟我说 可能是显示卡的问题啊 不然就是萤幕本身的问题 为了要帮我找出问题 他就拿出了外接萤幕 进一步分析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但是他在我的电脑 插上外接萤幕之后 大概每次都过个30秒 那个萤幕就会按掉 外接萤幕的萤幕 就会再按掉 然后就一直反反复复出现 一模一样的状况 工程师就猜测 可能是主机板有问题 才会外接的萤幕 然后又黑掉 又黑掉这样子 也因为萤幕一直黑掉的关系 所以他根本就也不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他只能跟我确认我有没有备份好 跟他说我已经备份了 用Chromecast的方法备份 那他也觉得蛮奇妙的 如果主机板坏掉的话 不应该Chromecast用的那么顺利 可能就是会怪怪的 所以他也不太确定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要修了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了 他维修的整个流程大概会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会先更换LCD萤幕 看看是不是纯粹是萤幕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用的话呢 他就会试着换主机板连接萤幕的排线 看看是不是排线出了问题 那如果还是继续坏掉呢 就会要进一步的更换主机板 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己幸运了 我的那个型号的萤幕呢 是在官方维修的范围内 因为脱模的问题 然后我的萤幕的确也是有点点脱模 所以工程师也蛮好心的 就说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呢 我的萤幕应该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那至于排线呢 算便宜 大概接近两千块钱 那如果试到排线不行 要换主机板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贵 主机板要接近一万五千块 那我刚才会说自己幸运呢 是因为如果连萤幕都要自己花钱的话 萤幕也是一万五千块呢 所以我在这件电脑坏掉的事情上学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绝对要帮你的MacBook买Apple Care 一年的保固过了之后 在花钱加买Apple Care 让保固变成三年 就看在这个惊人的维修费上 一坏掉了 钱就是这样这样 一万多 一万五 一万五的盆 我自己以后是绝对绝对会买Apple Care的 然后店员他也说 他也是坏过一次之后 每次都会买 大家都知道 痛过了才会知道要买 那这次我维修可能会用到的零件排线是缺货的 所以因为要掉货的关系 我的维修期间就是七到十四天 不含假日这样子 接下来我就是等待Apple的人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报价 那我现在的维修金额就是从零件到一万五千块钱 够有可能 希望幸运之神可以顺顾我 那就先这样子啦 之后如果有更新的话 再和你们说咯 各位观众 我今天收到了一个超级好的消息 早上的时候我先是收到那个Apple寄给我的email 告诉我我的电脑已经修好了 叫我找时间去拿 然后隔没多久呢 我就接到了电话 那因为email上面并没有写维修的费用之类的讯息 所以我就在问电话里面的人说 那关于维修的费用呢 那他就说我这次维修是不需要费用的 太好了 没错 但是我就接着问他说 那请问我是维修了什么部分 那他也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就要出门去把我的电脑领回家 然后顺便问问他是维修的哪个部分 这样子 接到这个电话 我真的是如释重负 那我就现在就准备出门 把我的电脑给领回来了 那我们等会见 拜拜 拜拜 我拿到我的电脑了 哈喽大家我回到家了 刚才外面实在是太吵了 根本没办法好好说话 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电脑的情况吧 他如我所预期的 我过来就是萤幕坏掉了 所以他帮我 用了一个新的萤幕 就这样而已 他也说有帮忙测试过后一切都正常 所以我现在就带着我修好的电脑回家 那费用没错 就是零元 这次太开心了 因为我的电脑型号符合萤幕过保维修的资格 其实也只有换一次的机会而已 然后我现在就用我维修过后的新萤幕 这个萤幕有90天的保固 那我当然是希望他千万不要再坏掉了 我这次电脑坏掉在101Apple 官方警门市维修的经验算是非常的好 我从电脑坏掉到拿回修好的电脑 总共才花了三天 我在第一天发现电脑坏掉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Apple Support 然后发现应该是硬帖问题 之后我隔天就直接跑去101的Apple Store排队 那也很幸运的当天下午就可以安排到我的维修 我是排现场维修的 第三天早上我就收到了我电脑维修完成的通知 这一切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 我也觉得101Apple Store的服务人员态度也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亲切 我这次电脑坏掉的整个过程呢 虽然峰回路转 我的心情这个掉到了谷底之后又被拉回了人间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还好我不用破财花很多钱在维修上面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也有在101Apple官方直营维修的经验的话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分享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还好我最后是可以笑着录这段结尾的 感谢人品大爆发的自己 还有老天的保佑 感恩感恩 复活的电脑 太开心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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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